來,畫個什麼畫 他說有個三角形對不對 隨便畫,隨便畫 來,我們畫個三角形囉 快點,大家一起畫,畫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AVC中 來,A V C裡面對不對 珠跟E分別在這兩個線段上 而且A珠比珠V 會等於1比2 所以珠點應該在哪裡 珠點應該在這裡 1比2你這裡要怎麼寫 建議你這樣寫 寫括號1,括號2 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要寫括號 如果不寫括號 很容易產生什麼誤會 你不寫括號很容易 讓人家以為這是長度,你聽懂嗎 你要嘛寫括號,要不然就把它圈起來 這樣子表示有一個區別 好不好 A1比1C也是1比2 來,我們這裡畫出來 1點在這裡 A1比上1C也是1比2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珠1把它連起來 對吧,這個題目好像大概就這樣 然後他問一個什麼問題 珠1向量 它會等於R倍的什麼向量 VC向量 那麼請問 來,你告訴我這個R要怎麼寫 我告訴你啦,這種題目 慢慢去感受 來,你告訴我要怎麼做 向量的操作 來,仔細看喔 我們先從珠1向量開始 來,跟著寫 跟著寫 向量可分解 來,珠1向量你要怎麼分解 你說 寫成珠A加什麼 A1嘛 像我都會這樣寫 珠A向量 再加上A1向量 這樣可以嗎 好 請問你珠A向量是誰 是負的什麼向量 A珠向量 再加上A1向量 再加上A1向量 這樣可以嗎 可不可以啦 可不可以 然後我問你喔 A珠向量是誰 A珠向量是AB向量的幾分之幾 看到錯 二分之一嗎 再一次 A珠向量是AB向量的幾分之幾 三分之一啊 對不對 欸 不難吧 那請問你這個A1向量是AC向量的幾分之幾 三分之一 你看 我們寫這個東西 就慢慢很自然的寫出來 然後把誰提出來 把三分之一提出來 你看喔 我都慢慢教喔 然後這裡是負的AB向量 加上 加上 來這裡是AC向量 欸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再來 請看這裡是三分之一 請問負的AB向量是什麼向量 欸 趕快趕快回答喔 負的AB向量是什麼向量 是VA向量 是VA向量 再加上AC向量 可以嗎 然後向量可以合成 所以它是三分之一倍的 VA加AC 所以是什麼向量 VC向量 對吧 所以同學你應該就知道 來這個R是多少 三分之一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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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確保 這個班每個學生都會做這個題目 會嗎 怎麼可以啊 可以的話 來我們看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請你放到144頁 來放到後面來 安靜安靜 把心靜下來喔 144頁我要講那個立體八 這立體八給它三個贈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題目 但是我等一下會仔細講 這個長考好不好 寫一個長考 OK 這個題目 它給你A向量叫做1.2對不對 來看我這邊喔 向量我現在把它寫成行向量 來 1.2 再跟同學做個心理建設 請問你向量寫橫的跟寫直的有沒有差 沒有差 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其實台灣是個很封閉的地方 這個 國外的很多教科書 大部分都是寫直的 我們還是寫橫的 寫橫的 有什麼明顯的缺點 寫橫的有什麼明顯的缺點 對 有時候你會看不出來 對不對 當然寫橫的也可以 現在寫直的你應該沒問題吧 A寫直的比較不佔空間 你不覺得嗎 寫橫的這整個式子都拉得很長 來 A向量叫1.2 再來 V向量是誰 2.3 C向量是誰 C向量叫做3.4 對吧 那這個題目說什麼東西 他說有一個時速T滿足A向量 加上T倍的V向量 對吧 這是不是一個向量 他說這個向量跟C向量是什麼關係 是平行的關係 那麼請問這個T是多少A 我最後一次給你看喔 來 說來看我這邊 考試你就先算A向量 加T倍的V向量 我們先來算這個東西 這好無聊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講一次 來 A向量叫做1.2 加上來T倍的V向量 V向量是誰 2.3 好 然後請問你 加起來的結果是多少 我要確認一下 同學會不會寫這個東西 這個我找個人來問喔 好不好 我找陳紀偉好了 來紀偉跟你告訴我這個是誰 加起來而已 公三小 上面這個 1.2 加上 2.3 然後這裡是T倍 這是係數基 所以這裡是什麼 上面要寫什麼 天啊 What 等一下 等一下 紀偉兄你怎麼了 上面要寫什麼 來 張先生你告訴他 這裡要寫什麼 2T加1 對啊 2T加1啊 對吧 下面要寫什麼 3T加2啊 對 這麼問題 這麼問題 這沒有問題吧 好 然後你再看喔 這個向量 它跟哪個向量是平行的 跟C向量是平行的 我建議初學者 先透過圖型來理解這個問題 跟著我畫圖 靠 來快點 我要你畫圖 剛開始喔 你不要隨便喔 背什麼東西 什麼兩個 向量平行 分量成比例 然後交叉相成算這個T 剛開始不能這樣學喔 我們剛開始怎麼學 來你看喔 C向量叫34對不對 我們先讓起點固定在原點 34的話是往右3往上4 所以這個向量是長這樣 來你跟我把這個向量畫出來 可以嗎 這個向量叫做34黑 來 這個對下來 這裡是3 這個對過去 這裡是4 這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對不對 還好吧 有什麼毛病 來看這裡喔 兩個向量平行 代表這個C向量是這個向量 對不起 這個A背 A向量加T背的B向量 跟這個向量平行 所以他們兩者是什麼關係 伸縮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來看我這邊 我把它拉長 對不對 好 然後你看這個把它對下來 這個把它對過去 好 這個是誰呢 來這個對下來 這個叫2T加1 這個對過去喔 這個是誰 這叫3T加2 跟著寫囉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可以齁 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向量是伸縮的關係 所以這裡是哆啦A夢的放大縮小燈 對吧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三角形 請問你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是什麼關係 相似三角形吧 那相似三角形請你告訴我 看這邊喔 S分量比Y分量 是不是會等於3比4 你有看到嗎 相似三角形嗎 這不是很合理嗎 我再講一次喔 我再講一次喔 向量的伸縮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放大縮小的感覺 所以你從這裡就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我等一下要寫的東西 S分量比上Y分量 是不是會等於3比4 兩個向量平行 分量一定會成比例 這件事情你要能夠解釋 我用圖來講應該很清楚 所以來你就這樣寫 2T加1 來跟著寫喔 2T加1比上誰 比上Y分量叫做3T加2 來請問會等於幾比幾 會等於3比4 有沒有問題啊 有沒有問題 然後怎麼解這個T 欸怎麼解這個T 國中不是叫做嗎 內向相承會等於什麼 外向相承嘛 所以我們就把它承開 3倍的3T加2 欸欸欸 等於4倍的什麼東西 2T加1 欸這樣怎麼不可以 再把它打開 來這裡是9倍的T加多少 加6 會等於8T加多少 加4 所以這個時候馬上算出來 來你的T是多少 你的T是-2 課本是不是這樣教 課本有一點不是這樣教 課本直接怎麼寫 來請你看一下課本的寫法 課本直接告訴你說 欸兩個相量平行喔 分量乘比例對不對 所以你看課本怎麼寫 1加2T除以3 等於2加3T除以4 交叉相乘解那個T對不對 你知道它這個做法有一個潛在的風險 有什麼潛在的風險 X分量或Y分量有一點的話 你用課本這個寫法肯定會出狀況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這個寫法 就沒有用到課本那個比例式的寫法 我直接用這種比例這樣寫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了 你懂嗎 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我覺得 初學者這樣大概可以理解我們在幹什麼 來那個知名姐幫我拍這邊 我們再講一個題目 來再來喔 沒有沒有沒有 這東西好多的 動不動就要休息 你要休息你回家睡覺啊靠右 誒一百四十事業 對這個水堂練習 我們一樣要帶你做一次 誒這個水堂練習 三點貢獻的問題 來跟我畫圖 我這圖隨便畫 完全不準 亂七八糟的圖 好不好 ABC三點貢獻 因為我只是要解這個題目 對吧 我先試試看 隨便畫能不能解出來 A點座標寫上去 1到1 你知道嗎 解題有時候 一開始圖時亂畫而已 那你需要精確的圖 到時候再說嘛 來 V點座標 2到點負4 來 C點的座標 寫上去喔 C點座標是誰 S到點負9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到底在問什麼 他第一題問你說 向量AB跟向量AC有沒有平行 來你把向量AB畫出來 向量AB在這裡 然後向量AC在哪裡 我看一下 向量AC在這裡 來我把它畫旁邊一點 對不對 向量AC在這裡 你是不是感染了 還好 還好 確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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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不是開玩笑的 你不要 你在咳嗦 我就把你趕出去 好 看第一題 向量AB跟向量AC有沒有平行 有啦 當然有的 對吧 這個 用直觀上就可以確定第一題 是沒問題的 第二題 你要注意 考試會考第二題喔 第二題 他要問你X的值 看我這邊 請你告訴我 目前為止 你要怎麼算X的值 X的值要怎麼算啊 三點貢獻啊 來我先問張江啊 這三點不是在同一條直線上嗎 那請問X的值要怎麼算 三點貢獻啊 你們高一一定用斜率做對不對 那我用斜率做一次好嗎 不好 欸 斜率試試看嘛 讓你感受一下不同的做法 來 斜率喔 SET 誰的斜率 AB的斜率 欸 斜率會不會算 會 來 跟著斜吧 兩點怎麼算斜率 這種軸差比橫軸差 來 負4-1 然後 怎麼樣 2-1 所以這個算出來 這個傾斜程度是多少 是-5 所以我這個線有沒有亂畫 有 因為這條線應該是要走下坡 它斜率是負的 對吧 但是我畫上坡 這顯然不對 但沒有關係 來 三點貢獻 這兩點所形成的斜率一定要一樣的嘛 所以我們再來算 斜率Vc 欸 仔細聽喔 我們上課都把很多觀念講得很清楚啊 欸 Vc的斜率怎麼算 Y座標相減 除以S座標相減 -9-4 所以是-9怎麼樣 加上4 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x怎麼樣 -2 所以這個出來是S-2 分支 -9加4是-多少 -5 哇